欢迎收听有线新闻,我是王晓 中大校长段崇智辞职,明年1月卸任 段崇智2018年起出任中大第8任校长 前年获校董会续聘 原定今年起续任3年 中大新闻稿引述段崇智说 按照修订后大学条例 中大落实新管制架构 认为是给大学密息新校长的时机 为服务中大感到荣幸 他感谢中大社群支持 愈下任期会确保大学管理顺利过渡 而中大就感谢段崇智过去6年的服务 监督中大深圳医学院和音乐学院成立 带领中大在世界大学排名和研究 取得卓越表现 明外专上学院获星格做大学 改名做圣芳制国大学 明外专上学院1985年成立 01年获准开办副学位 10年获准开办学位课程 在今学年一共有3,500个学生 其中3,000人是全日制 明尊是第4间 取得大学名銜的自资专上院校 教育局局长蔡若年说 明尊获星格 充分认证政府致力推动 资助和自资专上教育并行发展 相信自资院校会担当培育人才的关键角色 支持香港进一步发展成 国际专上教育枢纽 教育大学成立国家安全与法律教育研究中心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致辞 提到社会需要有守法的自觉性 我相信关键的核心就是要通过 灌输一些有关香港限制秩序 当然包括国安法 普通法的制度 一般法治概念等等的基本知识 从而培养和促进 大家的国家安全意识 和守法的意识 令到大家都会产生 和拥有对尊重和遵守所有法律 包括是宪制性法律 和国家安全法律的自觉性 据了解前元朗区区议员林俊 涉嫌串谋行骗和欺诈被捕 消息指林俊涉及一宗 2021至23年期间的 串谋行骗和欺诈案 商业罪案调查科探员 早早在大角咀渝树街拘捕他 31岁的林俊 是前元朗瑞华区区议员 在2021年 政府要求区议员宣誓之前辞职 政府面临千亿财尺要开源 对于会不会提高急证失收费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现时使用金直身的人 都并非有紧急需要 要善用资源检讨是好事 又说政府会继续推动 城市带动经济 期望商界提供优质服务 吸引旅客和市民消费 何远宜报道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日前打开口牌 开源方案包括检视公共服务收费 公立医院180元急证室收费 要否提高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主要考虑急证室资源 有没有善用 过去一些使用情况 也都看到有很多是未必需要使用急证的人 都去了使用急证室的服务 那我们去看看怎样去检视急证室的服务 是适当地用在最急切的人士 去配合我们的分流制度 我觉得这个检讨是对的 也是好的 对于自由党建议增设港人海陆空离境税 李家超说会审视不同意见 香港本身就是大湾区城市之一 所以多年推动我们看到成绩 例如我们现在看到 两地的人流都是非常频繁的 所以我们整体当然是鼓励两地的融合 也都鼓励两地的人是往来的 他又预告本港将举行多项国际盛事 包括七人篮球赛 大型时装酥等 政府会踏台推动盛事经济增加收益 商界也都要努力提供优质服务 为什么那些人流去某一个地方 不去某些地方呢 这是个人要争取 令到自己的吸引力 令到任何人无论本地消费者 或者外来消费者 有良好的体验 这都是重要的 他又说零售和旅游业的增长理想 访港旅客已经回复到疫情前的六七成 相信今年年底运力回复正常 旅游和零售发展会进一步向好 有线新闻何远宜报道 游占旺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开会 讨论夜宾分和打卡点等事项 游议员关注如何吸引游客消费 前线的商费或者做生意的朋友 他们反映就是 现在不是没有游客来香港 现在不是没有游客来打卡 而是他们真的只是来打卡 打卡完究竟他们肯不肯消费 消费几多 消费得几多 几深入才能够帮到大家 既然打卡 也都有一个奖励 有一个优惠给他们 去区里面的商务 消费 增兴到经济 我觉得这个必然的关系 是必须要有当中 他又说情人节打卡装饰 全世界大同小异 必须有香港特色吸引游客 郭泰连日取消超过20班机 调拔人手应付农力年旺季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非常关注事件 要求郭泰长远检视人力安排和运力 香港航空机组人员协会 促请国泰正视机组人员的待遇 否则打击本港航空树楼地位 郭泰长远检视人员协会 国泰早上同一时间有两班机取消 分别飞台北和吉隆坡 同日合共至少20班机取消 今个月和下个月陆续有利 又本身是国泰员工的台湾旅客 星期日受影响要改行程 台湾去日本的航班取消了 所以就来香港澳门玩 应该大家都很确认 现在航空业复苏 行政长官李家超 促请国泰长远检视人力和运力安排 国泰航空近期是因为它的营运力 是未足以应付到的需求 而在短时期内取消一些航班 特区政府是非常关注 我们运输及物流局局长 也都已经和国泰的管理层有沟通 我们除了表示关注之外 也都提出一定要尽一切努力 去确保受影响的一些旅客 它的不便和损失减到最低 香港航空机组人员协会指 国泰疫情期间减薪工 又解雇大量员工 以合关闭港龙航空 流失超过2000名技师 导致人手不足要取消航班 批评管理层决定错误 促请他们正式员工待遇问题 留住重新聘用的几百个机师 以免再有机师辞职 否则会削弱香港航空业宣扭地位 国泰早前说 整合了今个月和下个月的航班 是要确保可以应付农历年旺季的需求 也都增加了后命机师的数目 是吸取了圣诞的时候 取消班机的改善措施 有线新闻 郑家旬报导 港股先升后跌 恒指高低波幅超过200点 以全日最低位收市 指数连跌第六日 累跌超过850点 录得近四个月以来最长跌市 吴敏方报道 虽然A股回稳 但在科技股拖累之下 港股仍然要六年跌 录得近四个月以来最长跌市 美股隔夜做好 港股早段曾经升过190点 但午后沽盘再涌现 拖累大市转跌 最终恒指跌34点 以全日低位16190点收市 成交819亿 北水淨流出扩大去到40亿 外围都不是特别配合的话 美股也正在调整 其实港股继续试下万六的低位 其实也不是很意外 走势还是偏弱一点 有可能在12月11日的低位 15900多有机会做一些小伤底 但就算真的守得住之前的低位 也不代表真正已经见底 或者是转强势 暂时还是一个沉底的格局 京东旗下物流公司达达自爆造假数 拖累京东股价跌超过3% 和美团在蓝筹跌幅中 分别排在第三和第二 表现最差蓝筹在东方海外 市场五全马仕基等航运公司 和胡塞武装组织达成协议 恢复红海航道 内地航运费指数跌停 拖累东方海外股价一度跌超过一成 联想发布多款人工智能个人电脑 股价亦是升超过4% 是表现最好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 但是国产晶片股中心股价要7年跌 金融股撑市 汇控获花期列入上升观察名单 股价连升3天 邮邦就升近1% 有会计思考估计本港今年新股集资额 有机会达到1000亿 全球排名亦可重返五甲之内 旺浩霖报道 再有会计思考估计本港今年新股集资表现 有机会显著反弹 重返全球五甲之内 不买位预期本港今年新股集资额 有望重上1000亿的水平 我们看到国家的政策是非常支持科技 包括半导体、新能源、电动车等等 香港的交易所也都是有 去年有一个新的上市条例 是支持相关类型的公司上市 是18C那个章节 2024我们希望会是看到 相关类型的公司是成功上市的 所以综合以上我们这些因素来说 我们预测2024可以重上 1000亿的集资金额的水平 是会有90只的上市的 90只新股里面 北马威预料大约有10只新股经创业版上市 另外有大约5家特专科技公司上市 至于中东市场 北马威预计香港和中东的合作将会进一步加强 有望吸引中东资金投资 但预期今年不会见到中东企业来港上市 除了北马威 德勤和罗宾行永度 也预计本港今年新股集资金额 可以重上1000亿 安永的阅测就相对保守 估计只有大约500亿元 由线新闻王浩南报导 海关在港珠澳口岸 正破走私黄金案 捡获约值1000万金条 捕捉了一个澳门男人 海关昨天在港珠澳口岸 折查一辆离境七人车 发现前排座位扶手的暗格 有20条一共重20公斤的金条 捕捉了32岁澳门司机 海关说每公斤金条 本港售价大约50万港元 内地大约53万港元 不排除走私分子 将金条偷运去内地赚取差价 今次是2020年以来 海关征破的首宗 用跨境私家车走私黄金的案件 官堂有女徒人过马路 被货车撞倒 头部重创昏迷送远 货车停在现场 司机被带上警车调查 下午3点多 一个女人在晋业街过马路 被一架在海滨道右转的货车撞倒 个女人头部流血 倒饿在地下昏迷 送去广华医院抢救 八个警员被控无陷无家姐藏毒 他们否认妨碍司法公证 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等十项控罪 案件开审 一卫二报道 无家姐黎文实被控藏毒 还押小纜期间自杀身亡 案发在2020年2月 八个警员在深水堡通州街公园 执行反罪恶行动 根据警员林华家的记事册 黎文实当时在帐篷上吸毒 警员立即把他拉出来 在附近墙凳后 发现内藏怀疑毒品的黑色胶盒和冰壶 警员莫志成和韵伯斯的记事册 就说黎文实右手拿着黑色胶盒 控放开案陈池说 闭路电视拍到的和警员的供词相反 片段显示警员直接走到帐篷 把黎文实拉出来推落地 他手上没有任何物件 警员在附近一个櫃内 发现白色物件放入黑色胶盒中 期间警员陈首叶 拿着个红色袋走向镜头 镜头之后被遮盖 闭路电视也拍到在行动期间 警员梁飞银尝试爬上栏杆遮掩镜头 另一个警员庞俊斯 就用湿纸巾抛向镜头 但不成功 同日行动中 警员郭展昇等涉嫌襲击另一个无家者 导致他肋骨断裂 警员寒亭光目击但没有阻止 八个警员被控妨碍司法公证 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刑事毁坏和对他人身体加以严重伤害 他们否认全部控罪 案件预计审讯20天 有线新闻一位移报道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处谋勾结 外国势力案续审 控方明天会播放 黎智英和警方的录影会面片段 黎智英由筹车押送到 西九龙法院 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行说 原定今日传召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建雄 由于辩方资深大律师彭耀雄 有私人事务未能出庭 改为读出其他证人的供词 控方之后宣读专家证人 港大计算机访学系 副教授周錦培的证供 内容讲述WhatsApp Telegram和Twitter等 社交媒体的基本功能 洪放星期三会读出 常务调查组警员的供词 之后播放黎智英 长大约一小时的录影会面片段 美国一个华裔海军士官 承认受贵向中方提供敏感军事资料 判囚27个月并且罚款 中方说美方散布虚假讯息 逆阴姓赵的华裔海军士官 承认至2021年8月 收取中方情报人员 一共15000元的美元 提供美军在太平洋大营演习 日本冲城雷达系统蓝图等 敏感资料 他和另一个华裔水兵去年被捕 在北京外交部说 不了解具体情况 但说美方一边反复散布 所谓中国间谍的虚假讯息 一边算称要针对中国 开展大规模情报活动 做法本身就有问题 中方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秘密入院的美国防长奥斯丁 仍然留意表明不会辞职 白宫说总统拜登无意辞退他 国防部透露奥斯丁上个月底 也曾经住院一晚 并没有通报白宫 陈晓庸报道 70岁的奥斯丁自元旦入院 留意超过一个礼拜 国防部发言人说 他已经离开心切治疗部 身体状况很转 但未知何时出院 国防部透露更多资料 奥斯丁近期已经是第二次秘密入院 他上个月22日曾经送院做手术 第二日出院 未有通报白宫 去到元旦剧痛 由救护车送院 进入深切治疗部 住院多日 白宫同样不知情 国防部只是说他出现病发症 但至今都不清楚他做了什么手术 奥斯丁已经恢复履行职务 星期一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和负责中东美军事务的 中央司令部司令傅里拉等通电话 表明不会就事件辞职 风波持续发酵 多个共和党人要求炒了奥斯丁 前总统特朗普也批评 奥斯丁不专业和疏忽职守 应该要辞职 白宫继续为奥斯丁护航 拜登赞扬他工作表现出色 强调没有想炒了他 白宫又说因应事件 会审视是否有需要修改通报规则和程序 有线新闻陈晓荣报道